这里是国境之南 恒春 这里有现存最完整将近140年历史的古城门 光影艺术家们起居在此展开古城光影装置展 东门的灯光设计江启阳曾经担任云门的剧场设计 东门点亮的匾额以及从尘朵穿透的光 营造沉稳大气的古城氛围 我觉得光跟历史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巧妙的结合 所以我想要用光来讲历史 所以我就想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城墙它过去曾经守护了这个恒春城的老百姓 所以它看到墙上有很多的枪咽 炮孔 这变成是 反而是这些镂空的地方 是我想要去表现的 恒春古城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是国家二级古迹 目前只有城门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里一年四季如春 因此得名 白天的古城生气盎然 而夜晚因为光影的加持 变成浪漫悠闲的小镇 感光计划今年迈入第二年 今年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 将恒春的东门 北门以及民谣馆 用美丽的灯交织成光影响宴 其中夫妻党艺术家黄群芳林静佑设计南门的光影 他们使用恒春三宝之一的穷麻绳 与在地文化结合 让我们重新认识恒春 我觉得他所用到的是我们恒春的材料 那个麻 就你走下去就已经有那个味道了 就我记得小时候那种麻绳的味道 古迹的照亮工程需要注意灯光的温度 设置是否会破坏建筑物等等 而这次计划中除了古城门 还包括恒春明摇馆 艺术家陈宜璋就将这里打造成永久示范基地 这个亭子看没有 把枪那个感觉做 确实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柱子的后面 试试看 这样好 把这个东西放在 感光计划在2012年启动 台南的光之庙鱼计划结合在地文化 照亮台南古迹 风神庙 风神庙的接关亭 在清朝曾是接圣旨的地方 作家王浩依旧曾说 这样的光影改造 让人对冰冷的古迹有了全新认识 如果觉得它整个夜间的光 在做改变的时候 我一直很相信 它应该就是光的圣旨来了 这只是光 然后它自己的圣旨 传递到这个地方 来当作台湾的古迹的第一个点 我相信这个点当它成功了 这个点让大家看到 这个点让大家感动的时候 它变成台湾的一个光的革命的一个起点 点亮古迹的计划 无论是在台南或是深入恒春 仿佛让人回到时光隧道 看见历史的痕迹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惠玲 光的功能不只是让我们在夜晚 可以看得见 它更是一种感受性的存在 台南风神庙的庙方人员 甚至说因为光的改变 神明的眼神变得更温柔了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中强光电基金会的执行长 徐芳云跟我们分享 他们在台南还有恒春的 感光城市计划 芳云你好 惠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 看到你们到恒春 到台南去进行感光计划 我们先谈恒春好不好 为什么那时候 会选定到恒春呢 是 其实在我们去年点亮 封城庙接官庭之后 其实也回响非常大 所以第一个其实是屏东县 政府邀请我们到屏东来看看 是主动邀请 是的 主动邀请我们 然后第二个 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知道墾丁 我们到墾丁是阳光沙滩 但是却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恒春有一座台湾现存 最完整的古城 就连当时我们很多 我们自己指线团队都不知道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里面 也许大家是跟这个古城 生活在一起就在旁边 可是其实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 或者是没有好好的 正视它 去保护它 对 有时候我们才发现在身边 就是常常会经过的东西 反而是特别没有感觉的 那我也觉得说其实在台湾有好多 非常重要的文化地标 好像少了人帮它说一些故事 对 那或许我们透过光 可以来一起更认识它 所以我们那时候到了恒春的古城 又看到在地有一群 真的非常对台湾文化的传承 很重视的一群在地人 然后就这样的静静的守候的它 所以我们来思考说 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透过光 再重新点亮古城 所以我们在恒春的古迹大概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在恒春我们选了四个点 北门 东门 还有南门的一个古墙小径 还有我们的民谣馆 邀请了台湾四主年轻的 赵明 还有艺术家跟设计师 跟我们一起来到恒春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去认识在地 包括最有名的恒春三宝 琼麻 洋葱还有港口茶 花了一些时间跟在地人的交流 听听他们就是怎么再透过民谣的传承 重新再把恒春的文化再度展现 然后邀请他们就这四个点 来重新点亮它 在地居民有没有提出一些很根本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要把它打亮 或是它本来就看得见 为什么还需要光 它的光 你们的光跟他们平常照明用的光 有什么不同吗 是 这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一开始也发现 其实越南部 其实大家都很早睡 反正晚上的时候整个古城是暗的 除了南门 它是因为在交通的中心 它其实是亮的 那第一个当然大家会想说 其实平常旁边的路灯就很亮 它到底也要点亮什么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 大家还没有办法想象 到底光除了它的实用性之外 还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觉得运气不错是 我们刚好在风神庙 在台南已经做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基地 所以在地的沟通协调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组了一团 亲自来到台南 看到说其实原来点亮之后 这整个地方完全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尝试说 有没有可能在古城 透过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示范 带给在地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对 所以古城其实有了光 跟它在白天的样子 截然不同 对不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它的改变是什么 是 其实我们也发现 越南部我们知道 恒春就是因为它四季如春 天气非常好 所以白天其实也蛮热的 那我们也发现去了解一个地方 了解一个城市或一个乡镇 有时候晚上反而大家心比较近 脚步可以放慢 那如果透过光的点缀 这个地方其实不需要太多亮点 对 它其实尤其我们觉得一个古迹 像我们的古城 它那种斑驳的墙面 还有一个古墙小径 它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魅力 我们透过一点点的光 其实希望这些艺术家呢 去感受它 用它最原本的面貌 能够重新再被展示出来 所以光我觉得是有点像一个淡妆 而不是浓妆 对 然后可以指引大家 再回到这些景点 或许他们平常经过是没有感觉的 对 或是白天的时候真的很热 很多人其实就是骑摸车 就这样开过 骑过去了 对 并不会放慢脚步慢慢去 走上那个城墙 然后在那边去 跟这个空间跟这个历史的记忆 有所呼应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对比 应该是白天跟晚上 会是不一样的心境 然后在地居民也好 旅人也好 来到这里以后 可以用不同转换一种心境 来好好的去体会我们的古城 在地人有没有跟你们反映说 它亮了之后的样子 跟过去他们这么多年以来 相处的古城差很多 那他们可能晚上 根本不会走去那附近 没错 尤其是我们的北门跟东门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刚去的时候 也有地方的国小校长 江校长告诉我们说 其实小的时候 他们都被大人告诫说 不要靠近北门或东门 以前可能有发生过 枪杀的事件 之前的一些历史的记忆 让大人会告诉小朋友说 其实最好不要靠近 尤其是晚上又暗暗的 他就看起来又更不容易亲近 你不会觉得他很漂亮 没错 那这一次我们的 透过点亮古城光影串联 这样的一个计划 就发现其实反而是小朋友 会带着爸爸妈妈 到那边跟光做一些互动 玩起了光影的游戏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边 其实就发现 居然有人在那边 待了一两个小时 就是大人小孩在那边 在地的居民 开始跟这个古城 开始有了一些互动 有些外国人知道街关亭的故事 所以在走过来的时候 就只好拿着手电筒 就是庙方也告诉我们 只好拿手电筒去找 为了想要看见 所以感光计划是什么呢 感光计划我们希望是 用光来点亮台湾重要的地标 用光来改善台湾的环境 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很多的居民 甚至是市民 可以对光从无感到有感 那或许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希望当然大家对我们台湾 可以去更认识 然后更能感受 其实在台湾生活的美好 对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到台南去的时候 吃完了台南小吃 然后也吃完了那个水果 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地 从街头然后走回去 那个旅社或是朋友的家 可是你在台南会经过很多古迹 会经过值得你探访的地方 我就看到有人是拿着手电筒 去照那个那些建筑物 看一看这个碑文上面 到底写什么 所以其实你们去年 也进行了一个感光计划 是在台南 对 它是我们第一个 示范的一个地地 就在我们的风神庙跟接管体 这也是三百年前的一个文化地标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可是因为时间很久了 然后那个地方也没落了五条港 像以前五条港 就像我们现在的信仪区 那样的那么的热闹 可是真的就是历史风华不再 那很多人也把风神庙接管体的故事 也忘记了 就连很多在地人都已经不记得它的故事 是 所以刚刚你提到 我们也发现 当我第一次来到风神庙接管体 这个庙城的时候 它只有一盏路灯 但是还是阴阴森森的 大家可以想象晚上的庙 如果是那种路灯 街灯的白色的灯打上去 都不太可爱 那我们拍起来 其实就是一盏绿绿的灯在那里 所以我们真的有些人看到 有些外国人知道接管体的故事 所以在走过来的时候 就只好拿着手电筒 就是庙方也告诉我们 只好拿手电筒去找 为了想要看见 所以我们才思考 第一次我们来到风神庙 其实花了一些时间 因为台南其实我觉得 在台南感受到 就是文化就在生活当中 在巷弄里头 然后在每一个角落 对 庙宇又是整个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生活的博物馆 没错 这些历史的一些 所有都在我们的庙城 然后它跟我们生活非常息息相关 所以当我们想要找一个 示范的一个基地的时候 庙是我们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就选到了台南去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影片好不好 你们到底如何把那种日光灯打得 看起来有点暗暗的 如何变成非常有气质 非常优美的一座庙宇 我们来看一下 改造这个庙所谓改造光的环境 我们的重点不是在玩光 不是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光 用光做一个元素 用这个元素来引发一些 我们以前失去的一些 跟庙之间的关系 跟人人之间的关系 我在渴望 我渴望什么 我渴望看到风神的庙 那种混乱 生命的元素 其实变得更温热 在里面的磁场 就会感觉到感激 那种系统 那种不同的 我们看这个树 我们把手拿起来 把日光把这个光挡掉 这个树叶就绿了 有没有这样 就把那个光挡掉的话 树叶马上看到是绿的 你把日光挡掉的话 就不能看 那这些就是说 我们待会要看 是看光 跟我们周遭环境 能够结合 也就是说 绿色照明是什么意思 不是省电 省电 你会关掉这省电 就是把光要照到 我们需要看的东西 而这个需要看的东西 不是功能性的 是心理性的 是感受性的 能够把这个东西这样做得到 很多人说 台南晚上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如果每一个景点 每一个古蹟 每一栋老屋 每一座古庙 都可以透过光 呈现它夜间不同的风情 台南的夜晚不需要有活动 你只要慢慢的走 你慢慢的走 你的心情会不断的转换 不断的转换 你会跟这些空间 跟光线 和推广 每一个地方都能够透过光来创建 然后吸引更多人来到台南 感受台南生活里面的这些地方 我之前在看你们影片的时候 有一个庙方的人就说 我的庙很亮啊 我就是左边一盏灯 右边一盏灯 把它打亮就好了 还需要什么光呢 我记得那个人 但是他后来应该很改观 对不对 其实风神庙的谢总干事 在这 我们这几年在风神庙 打造这样的一个光之庙 点亮风神庙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帮忙 一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会觉得 你是要来这边租场地吗 你要来这边做什么 对 然后到后来他说 其实在影片里头 有讲到说 一开始真的觉得 这边很亮啊 我们就一边拿 拿一千瓦的灯 就照亮他 你们到底还要来做什么改造 是 但他真的没有想过说 点亮之后 原来庙城 也可以有像家的感觉 然后就像我们在庙城 举办这些活动 他也发现说 其实庙城 不一定是像以前庙会 放很多便炮 或是怎么样的 电子花车这样的活动 那样很好 是传统 可是当我们在 这个三百年前古迹前面 有做了庙口的说书 讲丰盛庙 街关亭五条岗的故事 还有邀请到爵士乐手 来这边表演 离开的时候 大家很安静的 完全地上没有任何的垃圾 然后会帮忙把这些椅子收回去 他说原来庙城 我们的庙城也可以是非常有气质的 是 大家会透过光这件事情 原来我们去认识到风神庙 跟我们讲一下风神庙的故事好不好 这其实是你们最终极的关怀 对不对 是 在以前我们台湾海峡 其实很危险 要从中国大陆厦门这边来到台湾 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黑水沟 所以以前没有这些动力 就是只能靠帆船 那帆船一定要靠风神 一定要靠风 很重要 才可以吹着动 所以那时候如果有任何商业行为 或是要来到台湾开墾 都要经过台湾的黑水沟 可以想象说惊涛海浪 然后来到一上岸 真的平安了 上了岸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想到就是 要赶快谢谢 谢天 对 然后谢谢风神 保佑 所以那时候 应该是乾隆四年的时候 就盖了这样的一个风神庙 然后再之后盖了一个接官亭 接官亭真的就是当时的 台湾的大门 就是包括我们的圣旨 包括清朝的官员要来台湾上任 都一定要经过这个台湾大门 算打了卡以后 是 才可以开始拿薪水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在那个当时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 但是应该说这个附近五条杠 开始没落以后 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慢慢被人家忘记了 那甚至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 其实跟自然也慢慢的脱节 现在人开始脱节 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去再拜风神 风神庙里头 还有雷公 垫母 我就说我的小侄子 他可能知道雷神所耳 但是他虽然不知道雷公跟垫母的故事 所以我没希望说透过我们点亮 台湾文化地标这样的一个方式 再重新让大家知道 我们风神庙接官亭的故事 我们找了四位照明设计的老师 带着台北市民当光侦探 开始去做一些探查 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出来 对于我的城市 我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光环境 我刚刚看到王浩宜老师 他的描述非常的传神 他说以前这里是接圣旨的地方 当然现在没有圣旨 现在是名义比较大 是 但是光的感光计划来了之后 好像是迎接一个光的圣旨 对 我刚刚看到影片里面 整个风神庙变温柔了 是 还有当初像我们邀请到 华人赵明先去周炼老师 刚刚在影片上 他有提到说其实不是玩光 他真的感触很深 因为像小时候可能在庙城 都有很丰富的记忆 是大人跟小孩 然后老人在那边说故事 是一个很重要文化很自然就传承下去的一个地方 对 是人跟人聚集 说八卦也好 来谈天说地也好 庙城是一个大家可以在一起 对 很轻松自在的地方 对 那我们这次在去年点亮风神庙之后 就是希望把这样人跟人很单纯 纯粹的关系再找回来 所以在今年我们除了培训 继续培训我们的感光导览人员 来说这边的故事之外 也做了三场风神旅人试集 就是在把我们居民也好 还有外地人也好 带回来这个庙城 然后重新来认识这边 然后或许找到一个新的传统跟创新 可以一起的一个方式 对 但你们有点偏心 你看你们都去台南 然后去恒春 比较中南部的地方 讲老实话台北可能是全台湾最亮的地方 它是点亮的没有错 但是它不一定很美 是 所以你们有光侦探这样的活动 是 其实我们在讲感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也是在讲减光 或是在讲光到底怎么样对我们 其实是舒服的 是开始思考 因为光我觉得无所不在 所以而且因为它非常冲向 所以我们比较会忽略它 那我觉得先往南部去 一方面也是相对来讲它没有那么亮 第二个角度是因为基金会本身有资源 也希望去一些英文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台北 因为我们都住在台北 也算是台北的市民 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台北市民 我们当然希望台北的城市可以越来越美 越来越好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说 其实好多地方都很棒 那我们怎么透过对这个地方有感觉 然后再让它更好 所以台北光侦探是从邀请台北的市民 一起跟我们的光专业 找了四位照明设计的老师 带着台北市民当光侦探 开始去做一些探查 所以第一个问到的就是 其实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光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 然后或许透过一些思考 我觉得大家可以讨厌出来 对于我的城市我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光环境 恒春这样子真的很美 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它仿佛换了一个样子 但是我最近也看到新闻 其实它当然是短暂的 它不是永久的都是这样子的漂亮 我们未来有什么长远的计划 可以让恒春一直这么漂亮 就是这一次点亮古城光影串联计划 我觉得非常幸运也非常开心 看到在地人的脸都亮起来了 他们很开心看到说 其实我们家旁边这个古城 其实原来可以这么美 其实我平常没有去注意它 所以我们也听到很多在地的声音 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跟公伙人来讨论 然后透过在地人支持 我们希望把几个城门 还有在地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地标 可以做永久性的改造 其实永久性的改造 跟暂时性的光源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恒春明妖馆就是永久性的 是 它在永久性的这个考量上 还有什么 在你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呢 永久性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 当然它的选的就是照明的材料 它是适合他们使用 全部都要从使用者的角度 比较外面是户外的广场 当然还有天气的考量 对 然后室内他们的展示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是比较用使用者 然后长期的思考 对 思维在想事情的 那当然因为恒春的古城是古迹 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古迹 对 也更要更慎重的去思考 怎么样才是可以保护好古城 然后这样的古迹 然后怎么样透过光的改造 能够让这个地方被看到 好 所以其实一个城市的光做好看 是不是它的夜景会变漂亮 是这样吗 我希望是啊 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对 当一个地方我们就想说 我这个大楼要比别人漂亮 要比别人亮的时候 其实月点会越亮 反而会造成这个城市的光害 其实很多其他国际的城市 一直在开始思考说 为什么我们的小孩子 以前小时候抬头看天空 就可以看到星星 但是在很多城市里头 我们已经看不到星星 对 其实就是因为光害 那我觉得光没有不好 其实看你要怎么去好好的 使用它 善用它 那一个城市 如果当我们都对这个城市 够在乎 也对光有感的话 它应该会是越来越漂亮 那整个城市的夜景 当然也会更美 是 今天非常谢谢方云 来跟我们分享感光计划 所以你们接下来点亮了恒春之后 还有很多台湾的城市 等你们再去点亮它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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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